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只要花上2000元 就可以传出一台流畅运行吃鸡的神机 并且还能拥有非常酷炫的外形以及灯光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如何用2000元打造一台高性能 高颜值的吃鸡神机 首先根据我们这个测试结果呢 讲道理应该是显卡比较重要的 那肯定 我们首先这个预算 我觉得定2000块钱差不多吧 我觉得打不住 970找找看 970找找看 来华硕猛琴 9704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1000元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预算只有2000块钱 你1000元花在显卡上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我们甚至连硬盘都买不起 970就不考虑了 我还没有死心 有780 你看这个929的倒还好 是啊 看一下 其实我感觉 说实话 780跟970差的也不是很多 那我们不如找找780公版 看看多少钱 这个东西 找780好的 780 现在好少看公版 我如果公版便宜当然要公版 公版多帅啊 公版长得好看啊 要不我们这次就做一个好看一点的主机 行啊 那就我们把预算稍微提下一点 你说2500怎么样 用稍微若远的啊 670什么的可能 那我们看看670多少钱啊 670 诶灯 эфф 哎哎哎哎哎哎哎 骚东西 535代灯 可以 哦这张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收藏 这张可以啊 这张可以啊 可以可以 这个很可以 那么要不CPU的话 CPU没有什么疑问 我觉得就是Sandy Bridge 这点毫无缘 FX呢 要不想找找看吧 FX钱多少钱 我拒绝啊 FX的话太弱了 8300 多少钱 你说看去看一下 不管这个信仰价你要买啊 刚刚那个是488的 480这个是什么 2500K套31 480 就按他算吧 行 480 480 公司倒闭拆机 有挡板无修 正常测试原版配套是IT2600 发货前再次测试 还有四个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 嗯可以可以 加了双双加 加了双双加 180这个还挺好的 这个不错 那咱们这个就是 这就定下来了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180 硬费是 8块钱 啊对 188 我看看啊 内存的话我们用什么 呃 等一下 怎样 这个游戏 很吃内存频率 呃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的话怎么办呢 我记得黑武士不错 对 可以超频 还有那个 粒晶的颗粒的DDR3 先找一下粒晶的 因为粒晶的很便宜嘛 嗯 这个价格 嗯 黑武士吧 黑武士吧 找黑武士 安全起见黑武士吧 这个150 先放一下 嗯 两条280耶 肯定要两条 至少8G的呀 两条280耶 还行 两条280 收藏钱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我现在三星的算嘛 我现在三星的算 两百块 280块钱 对 这两个小子都很棒 三星的黑武士 不不不写 三星原装内存 哈哈哈哈 黑武士 散热的话 诶 你要酷炫一点的话 要不要上升啊 诶 老实 750脚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这个 我说的 觉得怎么样 骚不骚 买买呀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放在神机里面 还是挺靠服的 电源的话 我看看现在 我们这一套有多少瓦呀 嗯 我看啊 670的话 其实500瓦 400-500瓦都够了 400-500瓦都够了 450瓦就行了 400-500瓦完全够了 因为是670 670TDP是150瓦 完全足够 渣慢电源 4名的电源 好是好 但是 这个 哎呦 这个是多少 你就看的是 18啊 18啊 那这个挺好的呀 这个的话 两个18 36瓦的话 是大于400瓦的 68呢 呃 行家4名呢 那就4名吧 固态硬盘 闪 闪 闪离看看 闪离一般来说 我总是不关 不太想买二手的 我们就128G 可以了 行吗 找一下 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 靠谱的盘呀 迅猛龙就是 万转硬盘 万转2.5寸 所以寻到很快的一个盘 但是 那 160G 122 万转啊 兄弟 万转 但是它毕竟机械呀 机械的话还是慢呀 考虑一种 神奇的办法吧 你说什么神奇办 自己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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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 我在想 你觉得 这个 等一下 咸鱼的卖家回我 哦 它有货吗 有 问它能便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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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500零5 更新一下 好的 这 这哥们真爽快 这时候一个你要颗粒啊 你要颗粒 先找一下套料 我相信淘宝上套料应该 套料 套料不会很贵 90块钱的套料 如果60块钱来算那个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60块钱以内 搞到一块 SSD的废盘 而且这个颗粒必须是支持这个套料的 感觉有点难呀 我记得健哥那边有一些电脑商家什么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废盘 那要不我们就去找健哥问问 就这样一块的决定 然后我们选一个机枪 你要好看对吧 就S340了 就我说了我用的那个 S340很贵嘛 看看二手呀 追风者的吧 行 追风者的 416 416 行啊 这我能放得下ATX 还挺便宜的 还挺便宜的 往往往江泽户看 咱只能看江泽户 发货第一 江泽户 江泽户 188 送三个爱国者白光风扇 其实我也不指望拿到风扇了 但是 总为 不过这个风扇是蛮好看的呀 这个风扇是蛮好看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卖这种便宜机枪也挺好的 也就是说你的审美喜欢这种机枪是吧 值这个价 值这个价呀 值这个价呀兄弟 大多数人觉得这机枪已经够用了 你没觉得这前面买其实还好吧 挺好看的呀 哎我们在弄神机 兄弟 我带弄好看的神机 怎么都行 你说就行 经过漫长的挑选和还价呢 我们总算是买好了所有的硬件 想知道他们都是何方神圣吗 别着急 我们慢慢往下看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自己来做一个固态硬盘 自己做固态需要一些什么工具呢 首先就是这个套料 套料就是 不带有闪存颗粒 只有主控芯片 以及缓存颗粒的固态硬盘的基板嘛 然后你就需要自己把这个闪存颗粒焊上去 那么从哪找这个闪存颗粒呢 当然是从废盘上找了 所以我们就拖建哥从南京的珠江路 带回来一块建新的S930这个废盘 这个已经不认盘了 256G的 那不认盘的话 它价格就很便宜了嘛 因为是坏的 所以说我们花了120块钱就把它收过来了 而且它这个东芝的颗粒 我们已经预先查过了 是完全支持这个SM22461N这个主控的 那么我们只要运气好 这个颗粒还能用 我们把它吹下来 然后焊在这个套料上 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那么等于是为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嘛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字幕小哥 来完成这个颇有难度的焊接工作 首先第一步 是要把原来的旧颗粒一颗一颗的吹下来 然后呢 我们用吸吸带 吸掉颗粒上残留的吸球 将触点部分清洁干净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旧颗粒焊到套料上了 由于这个套料已经提前上过吸了 咱们可以直接把颗粒吹上去 因为采用了东芝颗粒 我们还要设置Togo跳线 焊上一个电子 这样以后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的固态终于是顺利的焊完了 这四颗颗粒也是非常牢固的 焊在了这四个BGA的位置上 这个字幕圆焊出来的就像艺术品一样 非常的 令人窒息的 对 有的窒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开卡和量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四颗颗粒能不能正确的被识别到 咱们插上开卡工具 扫描一下SSD 选择容量颗粒缓存大桥短信息 勾选上Togo的相关选项 然后保存 开始量产 耶 我们成功地唤醒了这一枚SSD 初始化一下可以看到 咱们现在这个SSD已经被电脑识别出来了 格式化完了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诶 可哥 670到了 哇 这么快啊 就是这个橙色有点惨 你看这个皮都已经退下来了 刚好是这个橙色现在从战场上退役的 然后它这个PCB背面感觉也挺旧的 句话也挺旧的 对吧 要不上机试试看呗 嗯 那就试试看呗 诶 这个卡的信仰灯会不会亮啊 好像不会 是吗 680是不会亮的对吧 我记得不会 应该是从690开始才有能量的灯的 哎呀 感觉这样就少了一个卖点了 对 也挺好看的对吧 但是问题是这个灯不亮的话 我确实觉得难受 来来 看你点一下怎么亮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这看起来像是会亮的 哦 来来来来来 可以看 第一步完成了 来进系统看一下这个烤机还有跑CMARK怎么样 看起来还挺正常的 看起来是挺正常的 十几帧的话 基本上就是670的正常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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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使用热风箱或者烤箱来维修显卡 只是一种下测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找专业人士使用焊台来维修更加靠谱一点 3 days later 好了 我们的这个CPU内层和主板好像都到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CPU吧 这个CPU是2500K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C 对 没错 是2500K 然后电容也好像都是完整的 没有掉电容 触电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CPU是OK的 看一下内存 内存是三星的黑武士 大的颗粒 1600的条子是可以包抄2133的 这个抄上去之后 我估计吃鸡的性能能提高很多 这个条子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三星原装内存 然后我们来拆一下板子 看看啊 技嘉的P67UD3R 这个板子是十项供电的 诶 怎么这么新啊 这么新啊 让我有点担心啊 那你看后面 连这个焊料的痕迹都没有啊 照理说 主板在出厂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种焊料的痕迹嘛 这肯定是水洗板啊 对吧 哎呀 水洗的 有点蛋疼 但是其实水洗也能用吧 用也是能用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隐患什么的 你们自己买板子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啊 就是像它后面这种这么干净的 然后一点焊料的痕迹都没有的 那肯定就是水洗板了 对吧 一定要注意规避这种板子 12 seconds later 哎 我们的机箱和电源也已经到了 飘哥说要弄一个好看点的机箱 那我就弄了个好看点的 这个是库仑的 Master Box的Light 5 这个机箱呢 说来也巧啊 这个闲鱼上的卖家本来是 卖170 它是在上海嘛 本地 所以说呢 我就跟他砍砍架 说我是不是能来自提 对吧 能给我省点钱什么的 最后是砍到了150 去自提 不带风扇 这个机箱呢 其实挺好看的 你买一个416 或者S340 可能也需要这样的价格 甚至更贵 但是这个箱子 并没有比那两个差多少 甚至外观上 我觉得还更好看一些 然后电源呢 我们也是最终 还是选择了 我们挑选的这个扎曼的电源 这个用料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电源之所以能卖这么便宜 完全是因为扎曼这个牌子 无人问津 太冷能了 对吧 最后我要亮瞎你们的狗眼啊 147的海盗船H80i水冷 没有原装扣具啊 那你看 这个是卖家自制的扣具 然后这个冷排倒还好 你看这个水冷排也就是掉了点漆 这个问题不大 橙色还行 但是侧面的这个logo被抠掉了 少了一半信仰 冷头这边就有点惨了 你看这个包皮 已经直接脱落了 对吧 这个冷头的划伤也是有点严重啊 那我们就来上一下机 看看它还能不能用吧 我就希望它这个logo灯能亮起来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把所有的硬件装起来吧 咱们先往主板上装好CPU和内存 然后装上水冷扣具 涂上硅脂 装好水冷头 接上水冷的三频线 在安装主板之前 先把电源装进机箱 然后先大致走一下线 方便等一会接供电接口 再装好主板 装好我们自制的固态硬盘 再装上水冷排 不过咱们买的水冷不带风扇 这可如何是好呢 不用担心 极客玩电脑超市里 提供了29元一个的 乔斯伯日食Plus白光风扇 装在我们的冷排上 岂不美哉 然后咱们接好各种接口 装上冷排 插上显卡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理线了 咱们不奢求能理得好看 只要正面看不见线材 背板盖得上就满意了 最后考虑到机箱的前侧也是透明的 咱们加装几个白光风扇 显得更美观一点 这样以后神机就算组装完成了 怎么样老哥 看起来还行吧 好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点亮这台新鲜出炉的神机 看一看它能不能正常工作吧 诶 可以看到我们的四个灯都亮了起来 然后我们冷排上的灯也已经顺利亮了起来 我们的屏幕上已经出现了正常的信息显示 所以我们这台电脑算是成功亮机了 在这么一个酷炫的迹象里 冷头的灯光和风扇的灯光配合起来 再加上长相不错的公版显卡 整套机器的颜值还是相当漂亮的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安装一下操作系统 然后玩一下吃鸡等大型游戏 看一看这台神机的表现如何吧 咱们装上V10系统 打好各种驱动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这次神机的配置一览 那我前面说过了 买三星的黑武士内存就是为了2133 所以咱们现在就把这两条黑武士 超频到2133的频率上 持续11 12 12 32 电压给到1.7V 在CPU和显卡均保持默频的情况下 先来看一看性能 3DMark11跑出了X3279的成绩 而FSE则是跑到了3107分 大家喜闻乐见的娱乐大师 则是跑到了166000分 而我们这块自制的SSD 得益于4颗东芝的MLC颗粒 在Crystal Disk Mark中 跑出了毒素560 血素340的成绩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哟 那么这样的默频性能够不够吃鸡呢? 其实已经完全够了 在1080P中化之下 我们在素质广场的帧数差不多有450帧 飞机上则是能跑到大约40帧左右 最高甚至能突破60帧 而跳伞的时候也能保持在40-60帧左右 落地之后平均能达到50多帧 中化之下的体验还是比较流畅的 应该说这台2000元的神机 在吃鸡中的表现算得上合格 那我们接着就来折腾一下试试 看一看神机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我们首先把这颗2500K超频到5GHz 核心电压设置到1.4V 此时即便是H80i这种水冷散热器 也镇压不住i52500K了 烤机的温度超过了90度 不过这个时候的Cinebench 25得分 已经接近了680分 达到了E3-1230 V3的水平 那咱们再来超频一下显卡 670一般来说上1300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来超1300看看 诶 这个基本盘都达不到嘛 体质是不是有点差呀 那要不拉个150兆看看 还是不行啊 那要不咱们就加70兆 降到1200以下总归可以了吧 哇 还是不行啊 这体质到底有多差 我看看ASIC 哇 操 58.4% 你信吗 这是我买过的ASIC提质最差的显卡 哇 这个脸也太黑了吧 软钞不行 要不咱们就试试加压印钞吧 加到1.3V 还是挑战一下1200的频率 然后我们刷上BIOS看看 唉 不行 不行 还是过不去 哇 这就很难受了 我们再减个30兆 看看1170的频率行不行 这下总会可以了吧 这下终于可以了 但是说实话 这区区几十兆 不就等于没超频嘛 咱们来跑一跑分 看一看性能提升有多大 凭借CPU的理想发挥 30 Mark 11提升到了X3592分 娱乐大师更是接近了20万分 而在实际游戏中 由于显卡没能超上去 帧数的提升并不是很显著 不过中画质平均50多帧的表现也算不错了 在将画质降低到最低之后 吃鸡的帧数终于来到了70多帧 甚至90帧以上 此时的游戏体验就非常流畅了 那我们也试了试别的大型游戏 比如在战地1中开启1080P高画质 神迹同样能保持在50帧左右 还算比较流畅 而在巫师3中开启1080P高画质 神迹可以跑到40多帧 降低到中画质之后 就可以跑到50多帧流畅的运行游戏了 咱们这次打造的神机 不仅一如既往提供了优秀的性能 脸蛋也是更加漂亮了 那么你这次不仅可以流畅的运行吃鸡等大型游戏 更是可以在朋友面前愉快地装一波B 不过经过我们这次一波三折的选购过程 我也想提醒大家 二手硬件有风险 越是便宜的硬件 越有可能存在猫腻 就比如我们这次的显卡和主板都栽了跟头 要不是因为我们有热风枪 可能这台神机还不一定能点亮呢 而自制SSD的前提 是你有一块颗粒完好的废固态硬盘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很有可能是要交学费的 万一你翻车了 那么花的钱可能还比你新配一块固态还要贵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选购二手硬件 一定要小心谨慎 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你问我答的环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玩玩想求你推荐一款550W电源 现在用的声音大得跟拖拉机一样 想坏了 海运G550怎么样 求告知 谢谢 祝你们越搬越好 很可惜啊 你提到的这个海运G系列呢 什么都好 唯独有一个小概率的问题 就是消叫 那么这个问题 在前几年的海运G系列上特别显著 并且海运这个牌子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海啸 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 不过近几年来 这系列的电源已经有所改善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还是推荐你一些别的电源可以供你选择吧 比如说像酷冷的GX550 还有这个振华的GX550 都是非常不错的550W电源 第二个问题 我是新来的小白 暑假里看到了极客湾的视频 就迷恋上这里 确实是学到了很多 关于升级配置什么的 就是在看了笔记本的硬件升级之后 我想到了一点 就是关于台式的一体机 硬件可不可以升级呢 方法是不是跟笔记本一样呢 如果能有一期视频的话那就更好了 一体机的情况其实挺乱的 绝大多数的一体机在升级硬件这一方面 其实做的非常差的 比如说像显卡这种硬件 我知道的能升级显卡的一体机 好像也就是联想的B500系列 可以从HD5450升级到HD5850M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机器 除此之外 别的一体机要不就是显卡板焊的BGA封装呢 要不就是采用了非公的MXM方案 你换别的MXM显卡也是装不上去的 那这就很尴尬了 不过能换CPU的机器应该是要多一点的 只要你的一体机采用的是台式的CPU 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更换的 不过由于一体机的供电通常来说都不怎么样 主板的供电像素很少 然后电源的功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我尽量还是建议你更换一个TDP 跟原来的CPU相同的新的CPU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别的硬件的更换通常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内存还有硬盘一体机往往都是可以更换的 具体的升级方案我建议你还是在网上搜索一下 你这个机器的型号看一看之前的一些 使用了同型号机器的网友有没有前车之键 这样是最保险的 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帧数 有的网友问这个怎么看帧数 我们一般是用Fraps这个软件来看帧数的 Fraps不仅可以看帧数 也可以记录帧数 也可以截图和录像 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游戏工具吧 除此之外你也可以使用Steam自带的帧数检测工具 还有英伟达的GFE当中也有一个帧数检测工具 你都可以用来看帧数 如果你不仅要看帧数 还想看一些别的硬件的信息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一个带ost功能的监控软件了 比如说像微星Afterburner自带的一个RTSS 这个软件是非常方便的 不仅可以看帧数 也可以看显存的频率 显卡的频率 显存占用 CPU占用 内存占用 等等 非常详细 这个软件是我比较推荐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各位观众 对于今天的2000元神机怎么看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也欢迎你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收藏 或者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 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 极客湾电脑超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